冥王星到底有多可怕 一颗零下223室的冰冷矮行星 或许是病毒的天堂 大家知道冥王星是如何被发现的吗 它又是为何被踢出太阳系几大行星之列的呢 今天市长就和大家聊一聊 这个和子神联系密切的天体 冥王星是在1930年 被23岁的年轻人克莱德·汤伯发现 当时他发现冥王星的时间还是白天 之所以能够发现冥王星 是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叫做闪烁对比器的天文设备 它可以将两张不同时间拍摄的同一星空区域照片 进行快速地来回切换 利用视觉残留现象 使人眼觉察到两张照片的微小差异 这十分类似于和我们现在玩的图片找不同游戏 正是通过这种方法 人类发现了这个远离太阳的天体 并将其命名为冥王星 例如第九大行星 然而太阳系九兄弟的队伍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因为随着人们对冥王星的研究 人们发现冥王星其实有着很大的问题 天文学家通过对其轨道和质量进行测定 测得的冥王星质量很小 小到不足以对天王星的轨道产生太多影响 而不久之后人们还发现 冥王星的卫星卡戎 说起来人们对冥王星和卡戎的命名还真有一番讲究 因为西方神话中 卡戎就是和冥王组队出现 卡戎负责百度亡灵 还会收一些红包补贴家用 卡戎的发现使得冥王星的质量进一步减少 冥王星行星的地位遭到动摇 在1992年太阳系研究领域又迎来了一个化时代的发现 人们在科伊伯代陆续发现了一千多个天体 其中细神星 鸟神星和人神星 个头都跟冥王星差不多大 并且大约有10%的科伊伯代天体周围发现了卫星 这一发现严重影响了冥王星的地位 因为冥王星也是位于科伊伯代的 如果冥王星属于行星 那么其他天体是否也要归入行星的范畴呢 当然 想要把冥王星赶出行星的宝座 只凭这一点还不够 但冥王星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行星差距甚远 比如冥王星的轨道是一个扁椭圆 且与它相邻的海王星轨道之间有交叉 要知道定义一个行星 在它的轨道范围之内是不允许有和它差不多大的天体的 虽然冥王星和海王星永远也不会撞到一起 但这一点还是让人们开始怀疑冥王的地位 之后人们继续探索 又发现冥王星不止个头小 质量也仅为其他八大行星中质量最小的水星的5% 这样一看 冥王星的重量的确小得可怜了 由于冥王星的地位过于尴尬 不利于学术交流以及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因此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经过全体科学家表决以后 给出了定义行星的三大要素 首先一个天体要围绕恒星运行 这一条排除了大部分的卫星和彗星等天体 其次要有足够质量能使自身接近于球形 这样又去掉了很多小行星 最后它还要能清空其临近轨道上的其他天体 建立行星霸权 满足这三点之后 该星体才可以被称之为行星 很明显在这三条定义问世之后 冥王星从此被踢出了太阳系行星兄弟之列 不过虽然如此 冥王星毕竟有冥王之名 这颗矮行星还是有它冥王威严的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冥王星上一片黑暗 太阳在冥王星看来 只是一个更亮的星星而已 而且冥王星是一个生命的禁区 由于冥王星离太阳很远 太阳光的热量很难到达它那里 使冥王星成了极寒之地 温度低达零下223度 由于这个温度早就低于多种气体的冰点 因此大部分气体都以固态形态存在于冥王星上 这种温度下一切生物都会被冻成冰陀 不过有人认为 在这种温度下 很多病毒都可以被冰封 冥王星就是一个天然的病毒储存库 可以让病毒数百万年不死 过去数百万年之后 一切又都不一样了呢 不过冥王星也有自己温柔的一面 为了增进人们对冥王星的了解 美国航天局在2006年发射了星式野号探测器 经过9年的漫长旅行之后 探测器在2015年7月返回了一张冥王星的近距离图片 在这张照片上 人们发现冥王星上竟然有一个大片的新型图案 似乎在向地球人比心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 这一区域是富含淡冰的平原 或许在这冰原的下方 还有一片广阔的海洋 虽然冥王星发现至今已经90年 但我们对它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值得庆幸的是 冥王星远比人类永恒的多 或许终有一天 人类能踏上冥王的领地